好,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课文 聪明的杨修 这个人,他叫杨修 好,那我们现在呢,学习几个新的生词 第一个,不紧 请跟老师读 不紧 不紧 那我们常常怎么用呢,我们常常说 不紧什么,而且怎么样 嗯,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看,这是姐姐 姐姐怎么样呢,姐姐很美丽 那,姐姐很聪明 那我们可以说 姐姐不仅美丽,而且聪明 姐姐不仅美丽,而且聪明 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看,他很喜欢中文 他很喜欢中文 然后呢,他得一百分 她学得很好,他学得很好 她喜欢中文,她学得很好 好,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她不仅喜欢中文,而且学得很好 她不仅喜欢中文,而且学得很好 好,我们看下一个 叹气 请跟老师读 叹气 我们看 这个小朋友 他怎么样呢 在叹气 他在叹气 那我们也可以说 叹了一口气 叹了一口气 叹气 那我们看 我们看 他为什么叹气 他说 我想去学校 嗯,我想去学校 好,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他叹了一口气 说 我想去学校 他叹了一口气 说 我想去学校 好 好,下一个 墨 请跟老师读 墨 那我们看 这是墨水 这是墨水 嗯,下一个 窄 请跟老师读 窄 窄 我们看 我们看这里 有两个门 这里有两个门 第一个门怎么样呢 很宽 很宽 宽 那第二个门呢 很窄 宽 宽 宽 窄 好,下一个 怀疑 请跟老师读 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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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 哦,妹妹的手机不见了 哦,她的手机不见了 哦,她找不到她的手机了 然后妹妹想一想 哦,她怀疑是弟弟拿走了 好,妹妹的手机不见了 好,妹妹的手机不见了 她怀疑是弟弟拿走了 好,下一个 派 请跟老师读 派 那我们常常说 A,派 B 做什么事情 啊 那 老师上课的时候 书 忘记 忘记拿 那老师说 啊 你帮我去拿书 老师做了什么呢 老师派学生去拿书 老师派学生去拿书 好 那我们 学校派学生去帮助老爷爷 啊 老爷爷需要帮助 那学校让学生去帮助老爷爷 我们可以说 学校派学生去帮助老爷爷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生词 你们 里面 是不是 是 并